即使我们怎样去练习,可以把这个摊手做好 举个例子,我们开始找一个练习的对象 它粗传,尽量往我们心窝的中心去出 然后方便我们练习 开始,摊手,快一点点 这个摊手,其实这个练习呢 在最初可以这样练习 但是这个练习,其实在后面我们是不主张的 因为大家看到我们摊手是接一个副手的 所以来说我们这个练习,因为摊手是一个半边手 副手,再来,副手,好 副手,副手,好 这个是一个最基础的练习 就是大家练好这个动作之后 必须要做这个练习 如果你练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纯束的话 可以要求你的练习对象 给你的拳头就越大力越快 然后第二个练习,就是复杂一点的 就是假设,他一拳打过来 我的树低比他快 这个练习叫做摊拍打 打过来 就是我比他快 我不会让他树低一个手 就是慢慢一点 摊手,摊完之后我的手在这里 我就会拍他的肘 我这个时候就会打他的下巴 或者他的颈部 第三个我们要练习的什么是摊复打 是什么意思呢? 他一拳打过来 他的力量假如很大 往前冲的 我们就要把他的手扑下去 然后去打他 我慢一点啊 摊 然后我们还可以接什么 摊手接绑手 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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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练习好的时候就可以加一加进退码 或者转码去练 然后你这个探索的技术动作就可以基本掌握了 打在改变区的话可以直视关系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